美鳳姐 您好 我們先回答兩個觀眾的留言 第一個觀眾就說 他在2019年已經知道中共必定會搞到香港衰退 他將他的強制金轉到外資行 就是買美國、買美債 五年的圍舖百分之四十 你覺得有沒有這回事呢? 看你哪個位置轉的 如果你這麼巧在股市的低位上進去 但是你是買重美股的 可能在最低位上回來 有個像樣的回報也不成功 如果你是買貨幣的基金、債券基金、保本、保守 我就不認為拿到四十百分之四 但是如果40% 那麽短時間你一定是買股票 可能全部是放在股票 全部放在股票你拿得時間準是有機會得到的 但是這個也不是說現在賣單 你現在美股是給40% 除非你馬上拿走 如果不是你馬上拿到的話 你跌下來 那麽其實又是沒有感覺 就是這個很難這樣說的時間 就是始終你的退休金不是說三幾年的回報 是說三幾十年的回報 除非你已經差不多可以拿得了 那就另說了 他現在就不供香港的保險、基金、債券 不買車、不買樓、保身家、平安 現在真的喝得杯落落 也都是體現香港現在的心態 其實這樣是不是做了一個躺平呢? 我不認為每個香港人都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現在我做這麽多節目 都有很多這些Q&A 很多人問這樣問那樣 我都見到很多人很想入市 就是都很想在資產那裡增值 就是你說一樣都不做 有人看淡的 就是當然譬如說前景不是很好 有些會保守一些 但是你說一樣都不做躺平 我就不認為是 就是你也都有一批人 其實就是資金可能已經出在外面這樣 就是你不喜歡香港你就在外面賺錢 就是沒理由整塊死錢的擺在那裡不動 我看又不是太多人這樣做 就是除非你說 就是說有個保守的態度是需要的 這個是有機會的 但是不是說很多人是這樣 拖垮港股搬去石頭炸自己的腳 說以後來說上市的大陸股炸自己都困難 不是於全球共負 不是搞單邊主義嗎? 真是智商矛盾 單邊主義不是今天的事 你看到自從習近平上他這種態度 他跟全世界尤其是西方是反面的 這個也不是今天整十年的事 這種單邊主義是必然的 那你單邊主義的時候你就變成拆開兩個陣營 結果就是你一旦在那裡 那你就投資或者什麼都放在他手上 就是投資大陸買股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那個投資或者你那個國洋 你是想多元化一點的 那你就出去 你現在不能騎兩邊的了 它就做成這樣一個局 那你就唯有因應你站在他那邊又站在另一邊 香港的IPO炸資其實去年前年都跌得很厲害了 那如果一家數據供應商的資料顯示 現在就東南亞的營利跑完香港了 就是香港內耗了他 那現在怎麼看香港的IPO炸資這個市場呢? 炸不到多少 我都不是很閣眼最近的IPO集資 就是你第一這個衰退在前 其實不要說說香港了 全世界就算外面的股市 那個IPO集資都少了很多了 就是通常市況是最高位 在說市見頂的時候才是多的 大堆股推出來 就讓你在高位那裡賣 就是你說散貨 或者派貨什麼都好 但是現在你從高位跌下來都跌了很多 恆生指數最高的時候三萬多點 就算你不說最高的那個 你說近期那些高位都兩萬多 兩萬多跌到現在都跌了很多 就是你跌到現在這些位置 其實是沒有人會有興趣買股票的 就是你集資是浪費的 所以這些時間其實 就是除非被人DQ那些中概股 在美國要迫著回來 那些沒辦法了 但是如果不是說你看到前陣子也有零零星星有些IPO 其實一上都是不觸額 開可能沒多久就下降 就是整個環境都不同了 周期上不遷就了 第二就是現在你說再找地方上市 很多都是找美股 就是那邊上的了 就是不會找港股 港股你看到長年來講那個表現是這樣的 就是集資那個是想收錢的嘛 你看那個指數這樣 就是一直都低迷 收不到錢就集不到資 就浪費了 其實大部分不會想這裏的 想這裏都是無可奈何 外面沒有地方收留 那它就被迫著在這裏做 嗯 那前景都一般的 是不是有回事 就是香港股市IPO前景 會不會要轉機呢 之後 你看看整個黨整個政權的造化 就是你繼續這樣跟外面鬥到行 摘行馬 那人家就不來 人家不來 你可以集資的 你就做內循環 本土金融 你自己內部的企業上市集這裏的錢 OK的 沒問題 但是你說這些集外資 就不用想了 那現在見到美國的債務 為了危機又解除了 美聯儲加四可能都會殺錢 那對股市啊 對香港經濟啊 銀行這方面 會不會都是有一個緩衝的作用 或者帶來一些深的動力 不是很覺的 如果說純粹是債務上限的那個 找來講的 那個根本不是真的債務違約 不是真的有資不抵債的問題 那是兩黨在搞局 玩大龍鳳 大家都知道的了 其實一個股市都沒有反應的 那其實反而就是搞定了之後 怕它跟著再來了 就是再有其他 例如加息衰退那些因素 就真的會把那些東西推下來 那這些因素就堅持很多 你永遠影響市 都是經濟因素 經濟不衰這個才很重要 你一直加息其實那個殺傷力是大的 這些遠遠比你說的那些 就是表面上的債務迷跡 或者一些政治的事件 政治事件很多時候 推不動過市場幾多的 甚至你說影響經濟都不是很大 你看回頭 任何一次衰退 哪一次衰退是債務迷跡做出來 就是那些債務上限做出來的 沒有的 沒有一次是 每次都是很真實的 你說那個泡沫炒了帶 就是跟著爆波 跟著那些東西流回來 其實我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看到香港的銀行同意界 的策施的利息度一樣是高企 還有銀行 一個星期的定期存款的利息 定期存款 是的 有些說達到8億和20億這麼多的貨市 還有有些銀行上條3個月的 電期存款的利息 那現在香港的銀行業界 是什麼原因他們要這樣做呢? 你看清楚一點 如果開8億開20億那些 那些是流的 就是它可能限制你 做一個禮拜 做兩個禮拜 做一個很短的期 或者限制你的資金 第一筆資金可能限制幾千元 或者一萬元 其實全給你都是有限數 就等於跟派一張超市QPON 給你一樣 你計算到的 如果你譬如一千幾百 或者一萬幾千 如果你做七天 還要新資金 就算給你20億 你脫掉它 可能一個星期 一年五十二個星期 你脫掉五十二 你脫掉出來的話 很細數而已 那些是肩密 那些是招來 那些是流的 實際上 你現在市場率 都是四五億的水平 現在四五億的水平 那些是合理一點 其實四五億的 你都是看齊外面的 你現在聯邦基金 你都是五億的 就是理論上 理論上 香港的資金成本 如果你計算短期的 那些應該是有五字頭的 五字頭的資金成本 它給你四億的 其實它給你少了 其實銀行根本 都不是真的等錢花 它等錢花的話 它怎麼會 明明外面現在市場率 正在做五億的 它給你四億的 它現在給你少了 你記住 所以香港的資金路 銀行裡面的資金池是沒有問題的 資金沒有問題 現在香港沒有流動性問題 不過問題是 不是流動性問題才是問題 你有其他問題 比如說銀行現在做不到生意 比如看貸款的數字 其實是弱了一段時間 你看整個經濟來說 表面上好像很風光 但實際上很多企業都喊救命 那你這個銀行 其實是跟所有這些企業的 跟整個經濟 譬如說 你如果對客人 對這個住戶來說 那他們最大的生意 就是做按鍵 你現在其實樓市是怎樣的 樓市都是立的 那你如果整件事 在銀行 銀行最能買的就是貸款 它最翻證的就是 貸款減存款的息差 它最主要是這部分的收入內容 那你這個收入內容 其實是弱的 就算你現在沒有流動性問題 那怎麼不代表它很厲害 那看回國債 就是美國的國債 其實已經踏破了31.4萬億美元 今年可能還會踏破 因為它已經那個債務 已經解除了大家 我想問一個部分 是靠鬼債去維持國家運作 有沒有風險的 是有問題的 就是不 我不知道那個風險怎麼算 就是它這個債務 不是今天才有的 就是長年累積下來 現在那個債店GDP也都沒有見過 就是現在已經回到二戰那個水平 以前都試過是這麼高的 那你說試過這麼高 是不是等於有問題 那又不一定有問題 那你其實so far 都沒有東西爆出來 二戰的時候試過這個水平 都沒有爆煲 但是那一路上去 就是那個債店GDP一路上升 其實也不是很妥的 直覺告訴你 但是那麼多國家都是這樣 那如果那麼多國家都是這樣的話 那你又可以推論什麼呢 就是十年二十年前 很多人那些梅日博士都說 就是那個債務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那你講了二十年也沒有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說明天有問題 那我又不會這麼說 但是一路都是有個數在這裏 就是債是什麼債 就是大家的錢 政府或者美國政府是哪個政府都好 每個政府都欠人錢的 就是每個政府都是借了很多債 那借了那些債其實那些錢是你的錢 那如果政府一定說不還的 那哪個損失就是你的損失 是吧 舉凡你拿著美金 就是拿著美債 一樣而已 沒有分別的 你拿著 我不拿著美債 拿著別的 你拿著人民幣 拿著大陸債 你不拿著我拿歐元 歐元你供歐元 你供歐洲政府沒有發債 一樣發到很多債 那你全部爛錢不要炸 你全部爛錢不要炸 不要炸就沒事 那行不行呢 不行 你全部爛錢不要炸 但是你現在拿著那些財富 怎麼收貨 就是你可以怎樣 全部換回市值回家 這是不可能的 那你其實 你被迫著 有一部分的錢 你不洗著 你不洗著 是現銀子的方 現銀子的方 那你個個政府都欠人錢 個個政府都在發債 那你就可以去哪裡 他的債去到外國呢 有25% 特別是中國、日本 一些國家持美債 是比較多的 我舉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一些持他債的國家多 或者是中國、日本 拋了他的債 那就簡直到他的債去到年 這些會不會對美國這個債 有爆發一些風險呢 你基本上是會的 那實際上你說拋了那些債 你拋了那些債 你拋了那些債 你拋了那些債之後 你買什麼 譬如你 你現在大陸 拿著幾萬億 是吧 我會儲備 估計三分之一是美債 你可以拋的 你就大手沽 那你沽完買 你買什麼 就是你把你的美債不要 那你不要 你賣給市場 那就拿回什麼 你拿什麼 就是市場給你什麼 給你歐元 那你只是給你歐債 你只是美債換歐債 你給你別的 給你黃金 你就沒那麼多金 市場給你那麼多金 是吧 給你油就沒那麼多油 就是市場不會給你那麼多 給你比特幣 你沒有那麼多比特幣 就是你沒有東西給你 你可以的 你一萬億 你放在市場上 不要 你可以不要 你不要 你給別人就沒問題 愧陣是OK的 但是你說不是 你所有買賣都是交易 你賣了你的美債 你是拿回一些東西 那你拿回什麼 是不是 你大陸拿回什麼 拿回人民幣 外面沒有那麼多人民幣給你 你說我歐債都不要 你都可以賣完 你賣完 拿什麼 有什麼給你 沒有東西給你 所以你說那個問題是 是難以成立 難以成立的原因就是 市場沒有那麼大的 就是佔不到你那麼大的盤 你那麼大的盤 你賺出去 你可以一萬億賣完 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是 誰給你那麼多萬億 給不到你 給貨物你也可以的 你給貨物你就是買東西 你拿你的美債去買貨物 買物品 可以的 但是一萬億怎麼買 買不到那麼多東西的 一下子 明白 其實香港政府發了多少個債 我看到香港政府也要發的 這個債沒有問題 香港政府發不了 就是香港政府發的那些 就是找笨的 那些是福利來的 譬如發那些抗通上債 那些什麼銀發債 那些找來搞的 其實實際上是不需要發的 香港政府是有儲備的 有儲備發什麼債 就是政府當是洗到錢 洗到沒有了錢 那才要發債 你看任何政府都是的 美國是 歐洲好 他洗完錢 洗乾洗淨 他才要發債 那你無端端整個倉都是 你發什麼債 你沒有需要發債 發去給利息 你現在聯繫匯都掛了美金 美金現在發債 就算是3億多 有些4億多 那你如果是政府 你可以發債 你發債你就可以給3、4億多 因為講美金掛勾 那別人10年債是3、4億多 你差不多要給5、4億多 如果不是有息 你掛不勾 那你無端端整個倉儲備是有錢的 你去發債給3、4億多 其實沒有政府會這樣做的 所以為什麼香港也好 大陸也好搞不起債 因為你有儲備 你有儲備 需要發債 所以儲備完了就會發債 反向思維 可不可以這麼理解呢 你可以這麼說 但是無端端為什麼儲備會完了 你自己輸掉 或者你自己無端端洗掉 你可以的 但問題又是美國就是美國發 歐元就歐元發 那你現在是港幣來的 你不是美金就不是歐元 人家發的那些美債 是全世界買的 你發港幣債是不是全世界買 不是 你發的那些債是你自己的香港人買的 所以你要想清楚就是 不是說別人這樣做 你又可以跟著這樣做 美國可以不斷發債 那你大陸行不行 大陸行不行 大陸行不行的時候 你香港更加不行 現在大家都關注 國際快速和中國產業 連脫鉤的問題 外資走得很快 最近也有很多外資走 另外一個現象 看到馬斯克進入了中國 國家卡的待遇 截待 怎麼看這個 自相矛盾的問題呢 其實沒有什麼矛盾的 因為馬斯克 現在跟著來說 那個NVIDIA 都可能想下去了 但是 第一去 又不代表有生意的 就是之前也有很多 很多外資來香港開論壇 是不是 來完之後吃完飯就走了 不等於來完之後 會有東西到的 兩個東西來的 第二就是 你本身那些在大陸有生意的 無論Tesla也好 NVIDIA也好 它裡面有廠 在大陸有廠 那你有生意的時候 你去順便視察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覺得你很簡直 簡單看這件事情 可以了 不需要說有什麼 就是如果 說真的 你現在已經去了 見了 飯也吃完了 準備走了 那如果你有東西的話 其實你 要是馬斯克自己 或者大陸當局 很高調出來 騙了手 舉了酒杯 有話說 有話說 有話搞 那如果大家見完之後散 那就沒事了 你沒有下文的話 吃了飯就沒用 沒用的 是換臉功夫來的 是不是 所以說去到裡面 也不可能讓他們發達了 不是發達 我想你排面上做一場戲 給美國人看的原因而已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可以有多少增加投資 或者進一步合作空間 應該不會太多